你好,这张白石先生的画 对 是父亲用股票换来的 对 是我父亲很多年前用 一万块钱那个 纸巾的原始股票换来的 当时不只是年前 可是现在翻了一千多倍 所以我就想尽此机会 看看这幅画价值多少 一万块钱的原始股 对 换了这张白石先生的画 股市跟收藏一样 都是要投资谨慎 好,60%的常有认为 这幅作品靠谱 这幅画不是真集可能不行 欣赏这个画要从 这个第六感觉去欣赏 绝对是真集 我这评论是假的 大家看一下那个屏幕上 那个三片的叶子画得非常相似 笔画比较生硬 应该都很雷同 应该都是真的 你在想什么 林文娟 我在想 我希望她是真的 因为我怕我爸 你爸喜欢说话吗 还行 但可能更喜欢股票吧 祝你好运 谢谢 这幅画的鉴定压力比较大 一个是用股票 虽然当时一万块 后来翻了一千多倍 那么换言之呢 要一千多万了 对吧 换的这件东西 刚才还有我们那位藏人也说了 不真不成 夏娃没说 到底怎么不成 对吧 夏娃没说 齐白石是多场画家 另外也是一个全能画家 山水人物花鸟 没有一个题材 她不设计 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其实她就掌握了一些呢 绘画艺术的关键语言 比如说啊 写艺方法 画的这种古字 然后呢 工笔画的这个锅锅 这是一粗一细的这种对比 这种对比呢 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也是说明一个画家的张力 这件作品呢 其实一打开这件东西呢 年份不够 打开之后增心瓦量的 换言之呢 就是都没有经过做旧的处理 表工也是新的 第二呢 笔法跟齐白石是有出入的 你看画麦穗这种笔法 它是用的那种点督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看到齐白石的真迹 你看到齐白石的那种点督的方法 它是石的 这一石就显得厚 而这个麦穗的处理呢 它是琐碎的 没有让人感觉到这个麦穗是从里头滋生出来的 而只是说呢 拿一些点子附着在上头吧 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 最关键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书法和这个锅锅 这个锅锅呢 肯定跟齐白石的比较有近 包括颜色 包括很多细节的处理上 我们知道一个动物 如果能在一个地方趴住 要不是脚上有锡盘 要不是脚上有倒刺有回钩 其实齐白石观察呢 这些地方它都能表现得很准确 像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基本上是个虚的 字呢写得很生硬 紧张也是假的 就我个人认为啊 这种作品 访呢是北方访的 泼了冷水了 希望呢 你的心情 你父亲的心情呢 也别太受打击 这条路继续往下走 仍旧会有前景 但是这件作品 肯定不是真机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此画也适用于收藏节 对 没错 股票有价嘛 艺术无价 没关系 这幅画 我们家还是会好好收藏的 你怎么完了 嗓子都哑了 打击太大了 但是要学过 面对这些事 好好安慰一下老爸 跟他一起抱头痛哭 委婉一点 如果你没想好的 先不要让他看这期节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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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